张嘉尼混迹娱乐圈数年 在宝格力活动中 出场顺序竟还不如新人文琪 最先出场的是名不见经传的王菊 一身黑色小礼服 简单至极 就连主办方给配的项链都很修正 咖味小珍没什么存在感 紧接着是张嘉尼 一身牛仔两件套裙 着装很敷衍 看上去有一些衣不遮体的感觉 丝毫不符合张嘉尼的年轻和气质 拍照时 张嘉尼总透着放不开的感觉 紧随其后的是年轻小花文琪 按理说年轻的文琪应该靠前出场 没想到顺序却在张嘉尼之后 足以可见 主办方对她的重视 第四个出场的是范城城 一袭黑色风衣 帅气潇洒 这一米八截的大路 随便往内一站 那绝对迷倒一片 假以时日 必有一番作为 然后是佟丽娅 一袭黑色丝绒紧身礼服 高贵又优雅 恰到好处的领口 配上小灵蛇项链 那简直就是优雅到极致的女神 第六个就是杨阳 一直备受宝格丽宠爱的杨阳 虽不是压轴出场 但喀魏也非比寻常 虽然脖子上没戴项链 但是胸口的灵蛇胸针 也只有杨阳一个人佩戴 最后出场的 一定是喀魏最大的 以新晋全球代言人的身份空降出场 刘亦菲的级别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作为宝格丽的新宠代言 刘亦菲一个首饰 就连金主都得乖乖听话